今天來到佛山鹽埔里 這條街有點吵,收音有點障礙 但這條街非常有名,當地人告訴我 這條叫做千年直街,有幾百年歷史 曾幾何時是廣州出佛山 佛山出廣州的唯一一條通道 非常有歷史價值的一條路 今天過來佛山,姐姐是Jimmy做導演 所以我們會對Jimmy好些,請他吃佛山好好的 很出名的東西 Jimmy,吃我一記密山毛影鴿 說完辣筋之後,正式開發 在身後這間叫做能記燒辣 不要小看,店舖細細做了三十年 多久了?十幾年 多久了?十幾年 這個好吃嗎? 我還沒光顧我 燒火和白菜雞 老街坊的老字坊 你是住在這附近的? 對 只是這一堂景 都令我回到讀書的年代 沒錯,就是三年前 我還在讀書 成人教育不行 我進取不行 不要笑,姐姐你笑得這麼大聲 來 來到一間燒辣店的說話 不可能不試的就是 青菜 沒有問題 整碟來的 當然是Jimmy從小聽到大的叉燒 什麼叫做美叉燒呢? 看我就知道了 半肥瘦 即是你太瘦就塗 太肥就生氣 但這塊呢 剛剛才是 軟過了老弟 這塊叫做一字梅 即是Jimmy背脊內側 sorry 是豬的女脊肉 於是變成一個瘦的部分 其實是不會說梅 不會說塗 肥的部分 都是甜蜜素 肉汁和飯混合後 你會變得很想爬 燒鵝 也是必試的東西 我經常說一件事 一塊漂亮的燒鵝 超不出了極限四小時 四小時之後的燒鵝就不會好吃 而能記這裡很划算 門口那道大致招牌說到明 告訴你 它的燒鵝是幾點鐘會出爐 你真的這麼講究 你就適合我時間過來買 肉香好感 汁水也有 略嫌肥肥了一點點 但不影響觀感 這款燒鵝燒鵝燒鵝 會是我印象中收入片比較少見 因為大家通常都是做白切雞 或者怎樣 沒得好說 雞腿打人 牙膠軟 雞腿肉的位置真是亂鬱 燒鵝的雞皮 滑而不散 它一樣要起鞭 那一刻才該死 跟老闆有溝通過 它這邊的燒鵝最大的賣點 燒鵝的鹽是海鹽 而且是反復用的 這邊的老闆說到明 我的鹽反復用 就好像有些店鋪做滷水 滷水汁反復用一樣 那些鹽本也吸收了 雞腎出來的香味 所以鹽是值錢的 這個在好吃的角度來說 我很贊助 鄧基鄧叔 你好 你好 想問你這間店鋪開了多少年 我開店鋪正職三十多年 我做燒鵝到現在四十多年 十多歲就開始做燒鵝 很小時候 聽到這條海鹽 這條海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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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聽到別人說它鹽 我就肯定到 省港澳 都去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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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 前輩 路友 那條海鹽 我又慢慢試 他又給我 我真的很多得客人 不是說你是個人 這個真真正的 就是我得力幫手 賢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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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組的時候 辛苦嗎 肯定辛苦 我女兒五個月就出來做 生女兒五個月就做 就是初前 他們兩個 不可以請人 整個箱 還未有本事 就是單出來 我慢慢做大島 整個箱 然後就三輪車 勝負 那 有 沙門 浪 那 很 很 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